为了推动我国成为亚洲的企业融资中心,金融管理局将在下个月的14号推出为期三年总值7500万元的资本市场津贴,以资助企业前来我国上市。 财政部长王瑞杰今早在瑞银财富大会上宣布这个消息。 金管局的新加坡资本市场津贴计划分为上市费用津贴、研究人员发展津贴和研究计划拨款三个方面。 在新兴科技领域,市值至少达到3亿元的企业将获得高达70%的上市费用津贴,顶限为100万元。 而高增值领域市值至少达到3亿元的企业则可获得高达20%的津贴,顶限为50万元。 其他领域的企业也能够获得20%的津贴,顶限是20万元。 此外,金管局也计划推动本地股票分析市场发展。 金融机构在聘用股票分析市时将能够获得介于50%到70%的工资津贴。